一个人天生的长相,可以预判他未来的人生走向吗?答案自然是否定的。 虽然外表的容貌不是自己可以选择的,但是后天的心理素质却是可以培养的。 一位名叫利兹·维拉斯·奎兹的女孩便很好地诠释了这句话, 她用积极乐观的心态打破了来自四面八方的流言蜚语。 尽管她因为惨不忍睹的身体状况,遭受着全网高达四百万人的咒骂侮辱, 甚至还被冠以全球最丑女人的称号。 但利兹还是没有放弃自己的人生,不但完成了大学学业, 还成为了一名演说家,实现初书的梦想。 她将自己独特的人生经历转为正面能量,强而有力地告诉世人们, 只有你能定义你自己。 那么这位被称为全球最丑的女孩, 莉兹的故事还要从1989年说起。 从出生时,莉兹的外表就异于常人, 早产出生的她身体瘦弱到令医生震惊, 宣称活下来都已经是个奇迹。 她从出生开始就瘦得眼眶突出,骨架明显, 模样就像蒙上一层干枯皮肤的骷髅。 为了维持生命,她坚持遵循医主一小时进食四次, 可这痛苦的进食方式只能让她维持现状活下去, 没有给她的病情带来任何改善。 莉兹的身体情况并没有随着时间流逝而好转, 由于过于瘦弱,营养不足, 她的左眼逐渐模糊,眼球变色。 在四岁那年,她的左眼被诊断为失明。 不仅如此,莉兹的身体技能也远不如常人, 肌肉萎缩,肠道结实, 各种大大小小的并发症, 使莉兹不得不成为医院的常客。 她生命最初的记忆就是冰冷的手术台和惨白的探照灯。 在经过多次检查后, 莉兹终于被确诊为马凡式综合症。 这种病症状奇特, 全球仅有三个病例, 而且在人类当代的医疗水平下无法治愈。 而莉兹的父母深爱女儿, 从他们的小天使降生的那一刻起, 两人就发誓要竭尽全力让女儿幸福。 莉兹降生的那天, 面对大惊失色的医生和护士, 他们只是说, 我们会带她回家, 我们会好好爱她。 他们从未告诉莉兹, 她与别人不一样, 他们努力让莉兹拥有普通孩子的童年。 这样的莉兹在校园里理所当然的 遭到了同学们的羞辱。 从上学的第一天起, 年幼无知的男孩女孩们 就开始毫不掩饰地躲避着, 疏远着, 嘲笑着莉兹, 更给她起了外号, 骷髅女。 在父母呵护下长大的莉兹, 并不知道这是为什么, 为什么同学们见到她 像见到可怕的怪物一样, 为什么小朋友都离她远远的, 不和她说话, 不和她玩。 她说我明明什么都没做啊, 这一切不公的待遇 令她本就饱受病痛折磨的心灵, 更加伤痕累累。 一次又一次, 小女孩哭着回家, 父母只能用自己无私的爱 安抚她手上的心灵。 他们认真与莉兹交谈, 开导她接受自己和别人的不同, 更教会她热爱生活, 于是小小的莉兹 并没有因为他人恶毒的言语 一蹶不振。 父母的爱驱散了莉兹心中的阴影, 即使她还是遭受着 无法治愈的疾病折磨, 可她在父母的保护下 快乐生活着。 升入中学的莉兹 开始遇到更多善良的人, 她永远记得 开学第一天 她忐忑不安地 做完自我介绍后, 讲台下响起了雷鸣般的掌声。 这一次, 没有人惊恐地离开她, 没有人对她指指点点, 更多同学为她的不幸遭遇 感到惋惜, 她遇到了一群阳光般的少年。 老师们给她比普通学生更多的关注, 号召全体同学 积极邀请她参与基地活动。 在室友的保护 与父母始终不变地支持下, 莉兹虽然外表异于常人, 但还是拥有一颗乐观向上的心。 她积极参与 丰富多彩的教育活动, 跳舞、唱歌 她拥有了很多朋友, 享受着美好的青春。 她说高中时代第一次 和大家一起跳舞的时候, 她有生之年第一次 因为快乐而不是难过而流下眼泪, 那是她永远珍藏的回忆。 大家无微不至地关心和鼓励, 让莉兹从昔日的阴影中走出来, 健康快乐地长到了17岁。 本以为生活就会这样 平静美好地进行下去, 但是在17岁那年, 李兹又一次遭到了生活 无情的打击。 正在准备大学入学考试的她 在闲暇之时上网冲浪, 在某知名视频网站中 发现了一个标题为 世界最丑女人的视频。 她好奇地点进去, 发现视频中的女人 竟然就是她自己。 有人偷拍了她前几年日常生活, 恶意剪辑后, 又加上了嘲讽的字幕和音乐, 视频下的评论 更是无比的恶毒。 一条一条不断刷新的评论 让李兹无比的伤心, 她滑动页面的手指颤抖着, 眼泪大滴大滴地 打在了手机上。 她的父母室友 多年来为她悉心打造的 美好世界就此崩塌, 她第一次 如此深刻地感受到了 自己和别人的不同 和人们的恶意。 李兹去寻找母亲的帮助, 母亲看着泪流不止的女儿 非常气愤, 于是母女共同举报了那个视频。 虽然视频最终被删除, 可是大量的转载讨论 早已使李兹的心灵 受到难以弥补的巨大伤害。 李兹的心堕入谷底, 过去的美好生活 如同一岁的肥皂泡, 她再次回到了 刚开始上学那几年的痛苦中。 她愤怒, 她无奈, 她哭泣, 她感受到前所未有的 伤痛和压力, 这是无法承受的生命之重。 李兹的痛苦成倍增长, 她又想起了儿时 被攻击, 被语言暴力的那些往事。 但是多年前, 她第一次被不懂事的同学羞辱时, 母亲曾对她说, 宝贝, 你没有任何错, 你值得拥有美好的生活。 是的, 她是病魔的受害者, 是网络暴力的承受者, 她没有错, 有错的是那些施暴者, 是那些以伤害别人为乐的人。 当年和同学 共同起舞的回忆浮上心头, 父母是有的陪伴与鼓励, 让她暗暗下定决心, 一定要好好活着。 父母告诉她, 她要认真生活, 努力变得更好, 就是对那些坏人最好的报复。 坚定的信念修复了她破碎的心, 丽兹决定反击, 她知道当务之急, 不是沉迷于伤痛, 而是进入更好的学校, 接受更好的教育。 丽兹在考勤课股学习, 每当兼职不下去的时候, 她都会告诉自己, 不要怕, 努力就是对命运最好的反抗。 她挑灯业毒, 不为困难, 即使疾病缠身, 依然兼职备考。 在那些去医院常规检查的间隙里, 输液接受手术的空余时间里, 她也一刻不停地学习着努力着。 终于, 经历艰难险阻, 丽兹如愿以偿, 以优异的成绩考入了德州州立大学。 梦想就此起航, 崭新的生活画卷徐徐展开。 进入大学, 丽兹努力学习的脚步并未停止, 她学业成绩优异, 并爱上了文学和写作。 疾病给她带来的痛苦从未消失, 她开始思考, 这个世上有她这样被罕见并折磨的人, 有被抑郁症困扰的人, 有家庭不幸的人。 这世界上总有些不被命运偏爱的孩子, 就像她一样, 被迫接受更多的痛苦, 被迫接受更困难的生活。 丽兹想, 作为不幸者中的一员, 或许自己可以做些什么, 为那些像她一样的人们加油鼓劲, 就像给她无限温暖和勇气的家人朋友那样。 于是丽兹开始写作, 她的第一本书叫做《美丽的丽兹》, 以细腻的笔触记述了自己的生活, 描写了自己逐渐接受命运, 抗争命运的心理历程。 她曾被光照亮, 现在她想照亮别人, 她在书中鼓励和她一样不幸的人努力做自己, 鼓励他们从阴影中走出来, 去爱, 去感受, 去生活。 她的文字里不仅有对过往痛苦的宣泄, 更多的是对未来生活的坚定信念和美好畅想, 同时记录着她认真生活的此刻。 她瘦弱的身体里充满能量, 黑纸白纸的书籍里写满理想。 丽兹的书在世界范围内引起巨大关注, 她的故事被数十家媒体报道, 鼓励了无数人。 丽兹仍然走在前进的路上, 步履不停, 她出版的第二本书叫做《做美丽的自己》。 或许, 17岁那年的伤害依然在她的记忆中无法抹去, 可是她已经学会和自己和解。 她不再是那个看到视频后嚎啕大哭的小女孩, 而现在依然有她对她的外表表示惊恐, 可是她已经不再因为这些事而难过。 她知道, 认真生活积极向上的人们都拥有无与伦比的美丽。 视频这一新媒体的兴起吸引了丽兹的注意。 17岁那年, 一条视频把她拉入深渊, 现在她想由视频展示美好的自己。 她开始尝试拍摄视频, 向别人展示自己精彩阳光的生活。 2013年, 丽兹首次将自己出镜的视频上传到网络, 引起上千万人的播放、评论、转发。 丽兹自信的形象让人们惊讶, 她在视频里记录着自己日常生活的点点滴滴, 路边的小花偶遇中学时代的朋友, 自己学着做饭。 拍摄视频给丽兹带来了更多的关注度, 时至今日她的粉丝量已经超过百万。 在受邀参与节目演讲时, 丽兹这样对观众说道, 没有人可以定义你自己, 爱自己, 爱他人, 你值得一切美好。 今天的丽兹依然活跃在舞台上, 继续为反对网络霸凌发声, 无论是海外还是国内的视频网站上, 都能看到她那独特的身影, 听到她那副有标志性的笑声。 她是丽兹维拉斯奎兹, 她通过自己的力量给予命运重重反击, 她仅仅抓住了自己的机会, 把别人对她的定义, 对她的嘲讽都当作前进的动力。 好了, 今天的故事到这里就结束了, 欢迎大家在评论区留言, 想看更多精彩内容, 记得订阅点赞, 我们下期不见不散。